的士行業 我先想講講的士扣分這件事 它的扣分制度其實現階段都是一個討論階段 當日的會議其實是沒有一個決定的 反之然其實也有更加多的問題我們有提出來 它最初初步的構思其實它加重罰則有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對於一些嚴重違規的行為 就是將罰則是想加重它的 譬如以前是罰一萬元判監六個月的 現在是否應該會考慮罰可能是兩萬元判監一年 相關的罪行可能是說兜客 或者是非法干擾的麥錶等等比較嚴重的罪行 是想做這件事 而另一部份就是一個扣分制度 而這個扣分制度是說將現在的士條例裏面的罪行 將它有一個扣分制度 亦都類似駕駛執照那樣的 初步構思是說兩年之內 扣滿了15分就會暫時停止去的士牌照三個月 這是第一次犯的 如果再犯的話就是六個月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框架 而那15分是裏面每一個不同的項目 就扣不同的分數 例如一些比較嚴重的罪行 兜路 干擾的士麥錶 例如說這一類其實是扣十分的 另外一些就是譬如不夠散子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竟然是一元兩元十元 如果不夠這些散子 其實本來是有一條法例 是可以違反的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但是他將這個扣分的懲罰 竟然去到五分 我就覺得是比較重的 另外有些是三分的 例如夜間的士的燈號 如果它是沒有啟動的話 這個都是有相關的法例 來盜懲罰 但是相當的時間也是扣三分 那你會看到 這個扣分制度 我自己來說 我是支持這個方向的 但是在裏面一些的細節 或者結構 我是不能夠認同的 剛才也說過 有一些的罰則 我覺得是過分了的 例如剛才所說的 例如不夠散子找給人 又或者只不過是 的士的燈 原來它沒有啟動 這些其實都未必是 的士服務質素的角度 是一個問題 甚至乎有一些 我自己看來是比較舊的法例 其實運輸署都解釋不了 是在說什麼的 例如有一條是這樣的 第374D章 45Q2QC 它有一個就叫油檔 或將車輛停在的士站以外的其他地方 這個很奇怪的 從字面上 油檔 其實的士 只要沒有客人的時候 它在到周圍走的時候 那一刻 是不是已經算是油檔呢 又或者它說 的士站以外的地方 來到停車 其實就算是 都是違拍而已 不至於要建議扣五分 所以我也同一時間 除了在扣分制度裏面 有一些項目的比重 我覺得是有問題 是不是罰到那麼重呢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有一些條例 我認為已經是很舊的了 根本上是沒有想過 為什麼當初有這個條例 或者到現在還是不是適合 而第三件事就是 就是說這個扣分制度 是跟現在香港法例 一個直接對比的 就是說你兜牢 兜客這些 其實本身是有法律 是去限制的 如果你違法之後 就會有一個扣分制度 也都同一時間出現 就是說除了你是罰錢 或者需要監禁之外 同一時間 你也都是會被人扣分 這個是很直接的 因為法庭已經代了你 做這個判決 它是不是叫兜牢 它是不是叫兜客 它是不是有拒載 這些是清楚出來的 但是有一些 我們一般的乘客 會更加著意的 就是可能會是 他的態度 是不是不禮貌 甚至乎特意開車 開到很狼 等等 這些其實是沒有辦法 可以決定得到 因為現在的投訴機制 其實未必是一個 完全公平的投訴機制 就是說 有時候很多事情都是口同備爭 究竟司機有沒有煩到這些東西呢 或者乘客是不是屈屈司機呢 其實這個 在現階段的投訴機制 是做不到一個判斷的 亦都是因為這樣 導致到這個扣分制 是沒有剛才所說的那些東西 是放在扣分上 但是我相信一般的乘客 亦都是覺得 那些東西 是不是應該更加要扣分呢 那所以 就是運輸處亦都要想一個方法出來 是不是應該檢討 他的投訴機制 令到一些服務態度 而產生的一些爭拗 是不是應該是納入這個扣分制 但是必須 前設就是說 他要搞定了 這個判斷 這個投訴機制 就是避免的士司機被人不阻 而另外一件我覺得很重要的 其實我相信的士司機都是出去賺錢的 他們都未必想天天 黑著臉口 或者是想拒載的 一個營商環境是很重要的 我必須強調 他們要有一個合理的營商環境 找到吃 那自然其實對乘客都會禮貌一些 不要忘記 對於很多的遊客來到香港 他們第一個接觸到的人 或者真的會聊天的香港人 其實就是的士司機 所以其實他們的態度 或者他們的禮貌上 是直接影響香港的形象 那怎樣有一個好的營商環境呢 其中一個 當然有些車主車行 他們一定會說 他們找不到石 所以要加這個車費 加這個麥錶費 但是我一直都是很反對這件事 因為其實 你加了這個麥錶的收費 下一件事會產生出現 就一定是加租的 那其實的士司機 是一直都沒有 一個真正的代落袋的錢是多了的 但是對於乘客是給多了錢的 那所以其實大家會有一個不同的 expectation 是大家不同的 乘客會覺得 喂 你不是已經加了價了 為什麼你的態度就是這麼差呢 但是其實對於的士司機來說 他最後落袋的那筆錢 根本上是沒有多了 因為車主必定是會加車租的 那所以其實政府也好好去想一下 怎樣做好這個營商環境 令到一個雙營的局面 OK 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有沒有看到委員會 在市場裝備用電視 或者是一些定位可以看到 有的 是有的 甚至乎我們都舉例 都拿了澳門也有一個例子 澳門也想這樣做 但是我們要小心一件事 就是當有這些的攝錄器 究竟是怎樣去處理 哪一個可以看到 我的建議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的麥錶 有兩個牌子 其中一隻牌子 其實它已經可以做到一些接駁 是可以做到攝錄的 那其實大家可能知道 麥錶就不容許任何人去打開的 除非運輸署署長批准 就是說那些人不可以打開裡面 拿裡面的資料 或者是更改裡面的任何東西 其實原則上你打開了已經是違法的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應該可以利用 這個麥錶的機械 這個儀器 是放一些錄影功能的東西在裡面 而一般的司機 是沒有可能 是不能夠 是拿出來的 只是需要去到一個執法 或者是一個爭拗 一個投訴的時候 在政府那方面 甚至乎可能是警察 才可以有權 拿出來 當然我們都覺得 可能需要在那個 錄影的資料那裡 可能做一些加密 就算這條片流失了 其實原則上 都是不能夠播放的 那這些方向 我自己是很支持的 但是當然 政府當然都是說要考慮 或者是要再看看 技術上可不可行 但是這件事情 是有討論過的 好 謝謝 謝謝